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5月27日 我們來看三十科技無報 你看第一次 你有沒有用ICQ嗎 對 我那個年代的 長達28年老牌 接通訊人員ICQ 對於五六年級生 大家絕對不陌生 那時候還沒有自我型手機 電腦作業系統 還在Windows95的時代 他曾經 他以招牌的 喔喔 這個通知鈴聲 在電腦右下方 會顯示線上人數的綠色小花 哇 真的是一度 所有人大家都在用 2001年也創下了 用戶破一人的輝煌紀錄 當時是最受歡迎的 即時通訊軟體 如今不敵 像時代的那個 變遷的競爭 官方的ICQ網頁版 即將在下個月 就是6月26號 正式停止服務營運 然後並且建議用戶 可以改用 他們公司的另外一款 即時通訊軟體 叫VK的Message 作為連續 那個朋友的工具 唉 回憶啥 看第二則 Google地圖 以往 只要手機的裝置 啟用定位功能 就可以開啟定位記錄 對不對 即使你沒有用Google地圖 進行導航帶入 系統能夠自動 會幫你記錄 你每天照訪過的地方 使用的交通工具 地點 停留時間 相關的一些資料 透過Google Maps的時間軸功能 你就可以回頭去看 過去的一些相關的足跡回憶 原本時間軸的記錄功能 同時也會保存 在手機版跟網頁版的Google地圖上 不過Google官方已經預告 網頁版的Google地圖的時間軸功能 預計在今年的 11月19號正式停用 也就是說 你以後僅能透過手機裝置 查看時間軸 保存的相關的定位的記錄資訊 對此大家就說 以後只有手機版看得到 唉唷 我們來看第三者 蘋果在6月11號 就下個月 打表第四季的開票者大會 藉此iPhone的手機用戶 會迎來新世代的iOS18 正式發表 彭博社記者 他在昨天 在他自己的專欄指出說 今年iOS18系統 將導入了AI模型驅動 生成式的AI技術 作為核心的主軸 改版的幅度 應該是歷年來 升級的最大版本之一 至於會有哪些的AI功能帶來 有感升級呢 根據外媒 他們引述了彭博社 他就說 涵蓋了包含照片 筆記 Safari的瀏覽器 電子郵件 這些應用程式在內 相關的一些新功能 重點如下 包含 語音備忘錄可以支援 自動轉入文字 並且可以自動整理摘要重點 第二個 撰寫email 或者是訊息的時候 可以透過AI智慧 提供回復的建議 再來 輸入訊息時候 可以依照文字內容 透過 AI即時的生成新的 自定義的表情符號 照片可以支援 AI編輯功能 透過新增的 Cleanup 可以把畫面中 特定的物體去刪除 Safari瀏覽器 可以允許有用戶 我們在網頁內容 把特定不需要的內容刪除 比如說 廣告 Bannon圖片 Siri的語音助理 AI化 帶來更自然的一個互動對話 針對用戶錯過的通知 訊息 新聞文章 文件 筆記 都提供智慧整理 跟回顧功能 好啦 這個是目前公佈了一些些 大家敬請期待 今天晚上一樣有影片 今天晚上影片就是 我交換電視了 什麼電視 網上看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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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